起立 經歷 謝謝 各位,大家平安 今天這個口,跟以前我在說歷史,有一點不同 以前說歷史,是說台灣的歷史,政客的歷史 讓我們的思想,不要去北條 今天這個目標,因為這是高級行政靈魂的班 大家以後都會做一個很重要的事務 很重要的事務 我在說,看歷史的人 有特別的偉歷史官來看這些事情 就去找到這個兩千年前的理論 就是法家 這個什麼叫做法家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有儒家 儒家就是空主 空主到底好不好 空主這個人,絕對是好人 但是啊,他的理論 讓派人拿起來用 這樣,讓我們的頭部都空空 這很麻煩 但是,平民在那個時候 有這個漢民宗有十大家 有十個大家 對於那個國家 那,最有貢獻的 是這個法家 這個法,說法的 我們秘書長也是在說法的 法律建國會的 這個一樣,說法 因為那個時候在說法 那時候可以逮人 這時候結兩千年之後 跟民主社會 有的行動的不變 那現在我在說 有這個 法家有兩個人 最重要 一個是商鞅 一個是韓非子 商鞅變法 大家都知道 商鞅 好弱勤 在西方的政國 本來是很難的 兵役罪很弱 沒有 不只說是一個錢用來 它過去通一六國 所以存在一國 所以他用什麼樣東西 就是法家 的理論 現在有這個工藝的本 這是 是韩非子下来,韩非子是法家, 他说47座,你这个国有发生47座现象的时候, 这个国的王征,47种,47种的王征, 就是说,他那时候下来, 我们现在来看完文,有时候有不适当, 有的不适当,因为他那时候都军王, 是世袭制度,和我们这时候有时候不一样, 现在来说这个法家, 这个春秋,建国时代,就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 是军官为中心的政治首相的合选, 也叫做法家,也叫做霸道,要注意喔, 法家认为,人生恶才适当, 他是看到说,人生不是人生,不是善,是恶, 有,因为你是有,有奢望,到生涉拳马, 啊,比这个共同,一定要用论法,来交证, 啊,叫他,王国法治防范厄欲, 输导人性向善, 王国法,给你人家规范, 规范,给你人性向善, 共同,法治制度下, 的庶陈下,就是说,来厄所, 远胜过一时的人质, 所以他这个法家,是说,法、素、式, 我们这都,我们这都会说到啦,法素、式, 因为,你现在要做一个大官, 虽然有一些问题是军农的事情, 但是,也会发生在你的成功, 做你的改变啦,法家认为, 国家社会组织制度, 应不断的发展变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 政理制度和组织结构, 还要改变变化, 要改变变化, 所以那时候就是变法, 这样有变法之后, 大家可以达到复国强兵, 啊,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 要说,要如何让我们民政府的选择, 要如何选择, 要有方法, 现在就在讲这个方法, 那个,在秦孝公的时候, 叫商鞅来做, 来做, 商鞅做的时候, 这个战国时代,秦国采用, OK, 这个是商鞅, 当然,这张战, 是以后的人买的, 所以, 东西也没充滞, 所以不一定行, 商鞅, 得给我看一下, 这,390BC到338BC, 商鞅是那个, BC, 这是纪元前的, 所以李这时候, 238, 248, 空两年, 全世的, 2000多, 248年, 全世的, 一世公孙, 名秧啦, 啊, 因为他丰益, 就是一丰, 一丰, 有一个地方, 叫做商鞅, 所以叫做商鞅, 啊, 也叫做商君, 啊, 其实, 他是魏国, 这个魏, 是保卫魏国的公子, 所以, 叫做魏鞅, 啊, 他年轻的时候, 就好名, 行名之学, 研究, 以法治国啦, 啊, 啊, 阿威, 唯国, 才相, 公孙座, 的加成, 啊, 公孙座喔, 跟魏旺公喔, 欸, 商鞅这个人喔, 因为, 他, 他, 說商鞅这个人, 真厉害, 你要跟他, 那是魏旺公, 魏旺公, 嗯, 没在跟他知道啦, 要说, 你如果没在跟他知道, 没在跟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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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太子, 把这个商鞅太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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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喔, 先功后施, 我有建议, 魏旺蔡永利, 那不有利, 就要跟你贪EN乘, 那你开心走路, 那你开心走路, 因为这是, 朋友, 幾位朋友唧, 但是, 公母又有公母, 有这款的人材,如果去白人允许, 我们这个卫国座害他了, 他说你开始走, 你知道上阳怎么说, 他说我才不会走, 这个卫王不听你的话, 敢不听你的话给他台式, 他不听你的话用我, 敢不听你的话给他台式, 不可能啦,所以他要舒舒服服, 就要贏了, 但是这款的人材, 没多久, 就去让秦孝公发觉到, 大量采用, 所以秦孝公, 有法度为弱情, 并且强情, 这个是这个, 董事的这个, 上阳, 我们说就看到我真正了, 这个桑阳是去政国, 前后四边, 跟秦孝公说话, 头这边, 他说王道, 五帝之道, 听不下去, 听得哭去, 所以没听, 第二边, 第二边是说, 那些是五帝之道, 第二边说王道, 也没输这个秦孝公的意思, 第三边, 桑阳说霸道, 说霸道, 这个要霸, 霸道, 诶, 这个秦孝公, 他要用桑阳, 用第四面记民, 在第四面记民中间, 说素日, 两个人这样, 一直在说, 说几个工, 情投意合, 这不是男女的情投意合, 而从此, 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 所以这个变法就是, 先感动了国君, 而性霸道, 所以秦孝公, 雄性这个霸道, 这就是商鞅的法家思想, 主张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秦国推行变法, 他隆重在秦国实行两边的变法, 废除旧的制度, 实行新制度, 这个也是要, 我们现在民间府赌到的团队, 什么是旧制度, 什么是没什么, 去查看, 实行新制度, 让秦国很快的强盛起来, 比这个建国时代第一共国, 但是商鞅本人, 都遭到策略执行, 什么叫策略, 五马分尸, 这种刑法有两种, 一种就是外人, 把五只买, 放五个方向, 两个咖,两个咖, 还有一个策略, 五个咖, 做一份, 这样买的咖, 五只买的咖, 做五个方向, 这个人就开了, 还是死, 这是很残酷的刑法, 还有一种, 就是说, 人已经死了, 就是自己据辱你的死体, 这也是五马分尸, 两种, 这个商鞅就是这样, 买手, 哪里, 哪里, 人家说, 作法自毙, 这你都要了解, 你策略一个法律, 到买手自己寻的法律, 他怎么呢, 他这个商鞅, 位高权重, 很好的, 十多年, 买手前校公四季, 前校公四季的时候, 哇, 去受到商鞅变法, 去受到刑法, 他都一个, 去平衡下来, 那些困难, 他都没关系, 他就控告, 控告这个商鞅, 欲模反, 买模反, 转, 商鞅转, 到晚时, 要去一个, 女官要来休息, 跟女官的老闆说, 我要去一个房间, 女官说, 你身份证拿来, 他说没身份证啦, 没身份证啦, 他说没身份证, 我都不能给你住, 你如果犯什么座, 我, 我给你住, 我给你同座, 这是商鞅利利的法, 他不知道, 对面那些就是商鞅利, 所以没办法, 商鞅, 让他抓去, 让他抓去, 就是, 做法自闭, 就是这个材料, 这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韩非子, 这个韩非子, 这是有一分之, 这分之就是, 就是为这个名, 所以我用这个名, 来说韩非子, 他是比较少年啦, 他是280BC, 出生的啦, 还是这个, 现在就是法家, 法家里面, 因重视法律, 反对儒家的理, 要注意喔, 我刚才说的, 不一定, 别人愿意这样说, 因为这样, 反对控制, 不一定, 做到一个, 十恶不测的, 但是, 没办法, 我们要说, 反对儒家的理, 东西, 新兴地主阶级, 反对贵族, 垄断经济, 政治利益, 的世袭特权, 要求土地私有, 和按功劳, 才干, 授予官职, 这是公平, 正确的主张, 为何, 贵族的, 理智是, 落后不公平的, 这, 同样, 这准2000年前, 下的文章, 这准, 你来套戴这准的社会, 同样用, 对不? 要注意喔, 法律的作用, 第一的作用是, 定分指针, 就是, 分就是所有权的定分, 制定的明确的, 所有权, 其中法, 法家是, 一生就做到, 很浅的比喻, 有一个, 比喻, 一只拖子, 在那里, 走过去, 喔, 百人, 起来立, 要抓那只拖子, 喔,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那个菜市场, 人家买拖子, 在那里, 几百吃, 没人要抓啦, 喔, 这就是说, 在那里, 有这些拖子在走, 那没煮的人, 大家都要去自己立, 喔, 喔, 他说, 这个, 啊, 你如果在菜市场, 你在买拖子, 有人要来唱, 就是怎样, 这个所有权是, 这个买菜的人, 喔, 不是说, 在那里, 走起的拖子, 喔, 不一样, 喔, 这就是, 这就是说, 擬拖子的事情啦, 喔, 第二个作用就是, 心功俱报, 鼓励, 鼓励人, 力战功, 喔, 喔, 让那个歌, 不发制度, 感觉很恐, 很惊惊, 喔, 心功的最后目的, 就是为了, 有复国强兵, 取得兼并, 战争的胜利, 喔, 这个, 法律的作用, 第二个作用就是, 心功俱报, 就是说, 你要去, 立功路, 要怎么立功路, 他就要建政啦, 那些都要建政, 台人, 台一个人, 你就有, 你都有, 想一件, 喔, 喔, 这些都是, 纯罪二十件, 浩利恶善, 的人性论, 他的人性的, 那个理论, 喔, 就是说, 浩利恶害, 恶害, 就利避害, 买去, 我去有利的所在, 有海的所在就走, 这是, 本性, 他说, 有人说, 兄弟, 日夜间程, 敢千里路, 不敢感情, 因为利益, 就在前面, keep in 利, 生理人, 放, 't the end那些, DER 利益, 或是, 找, for 地域, yeah, 不敢 deposit, 因爲, 就是因爲, 有利, 就是叫, 抓到利益, 不凶危险, 逆流而航行, 百里之外, 不在义, 不在义, 好, 这就是说,追求质好利益 有这种同样的事情,所以上阳在家的结论就是说 人生有好恶,好恶,故民可自也 上阳因为看到人为了利益,就这样,就去吃 这种事情,因为人生有好恶,所以民可自也 就利用这个方法,你爱什么,你不爱什么,我有法自己抵抗 同样,我们现在这个,交到今天来说,也是会用的一个 教育,他这个不法国,就是没有用古早人的方法 古早以前的方法,不法国以前的人用的方法 不要说以前就这样,不寻衅,就是说没底这种 那种制度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 主要锐意改革,因为历史是最重要的,一切的反论和制度 都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来的发展,不可以复古倒退 因为我们有一些制度,以前就是这样来 要叫人家改,根本没有那个时候想要去改 那就是带以前人的方法,就照顾下去 其实那个方法不好,你不知道,这就是他在说的事情 那也不能寻,也不能守旧 寻守旧 因寻守旧的 商鞅很明确提出,不法古不寻金 所以这个人会寻想,真有变化,不法古 不要有古代的方法 不寻金,你今天这个做的方法,我也不想要 我要另外創一条,不寻金 韩非子,进一步 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 他一只鞋子,被他撞到,弄到手了,分到 他就把他抓到 冒到,冒到一只鞋子,很开心 那现在带路,他不要做了 不要做餐了 他每天在那些小鞋子 丹兔子来,来弄 那这有帖子 没带你这来弄了 那这都不知道怎么去弄 就是这样,守租带兔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守租带兔的人 他说守旧的儒家,就是守租带兔的人 儒家的理论就是这种的理论 他要主要法、率、性、建立的治国方略 这个法家的理论,商鞅、圣道、生不害 他提出这些各有特点 但是思想的极大成者是韩非 韩非子 没做出很伟大的 地理国家,让一个国家招起来 因爲什麽理由呢 韩非子 他 他有口吃 口吃就是 说话的大雞 大雞的时候 但是他的社文中 就把韩王建议 建议 建议 这些建议会配 copy 起到秦始皇 秦始皇叫做嬴政 在秦始皇 秦始皇说 哦 哪有这种人材 叫来叫去 叫来就派叫了 干脆啊我出兵来拍韩国 拍 韩国的国家说你怎么拍 啊 就是你们家有一个韩非子啊 啊 自己 简单啊我叫韩非子做大雞 去拎 拎的国 就去 来秦国呢 啊秦国的时候 韩非子来到秦国 来到秦国的时候 哎 因为有口吃 这些秦始皇 得来太容易了 所以哦 没中心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人 很万多韩非子 那个人哦 你们大家都知道 叫做李思啊 李思哦 李思是秦国的宰相 啊李思和韩非子哦 哦 同一位老师 啊同一位老师哦 他知道韩非子便宜了 所以他就跟秦始皇说哦 给他嬴政说哦 你如果买就要去采用 不然你就要去抬起 啊所以 秦始皇说好 不再抬起 啊 啊 李思就更快 拿独余 给这个韩非子吃 啊韩非子完全死 哦 这也是做法自闭 太僵了 僵了 人家在抬起 哦 嫉妒 这都是心理的哦 这有这个心理哦 法事 说这个健全法制 事是指君主的权势 哦 所以 我们现在是说总统啦 哦 要独掌军政大权 说 哦 是指驾驭群臣 掌握政权 哦 推行法令政策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为 维护君主地位 哦 这个是法术士 但是 大概的概率是这样 哦 啊这个是生不害 现在这个 这桌子也是去 往上去捏 捏捏捏捏 是韩国著名的思想家 在韩国哦 是 跟现在的那个 Korea不一样 哦 哦 是那个 危向十九年 哦 哦 和韩国走向国制兵墙 哦 他是术的代表人物 哦 这 给大家知道 法家哦 的思想 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 民主形式 哦 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 跟我们现在说的民主的形式 有根本的区别 它的区别就是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极权 它主张哦 君主霸管 极权 而且是绝对的 哦 这点哦 要注意 法家的思想 我们可以有选择的 哦 加以 借鉴 借鉴 利用 所以法家的思想哦 他这也有一个 要有选择的 选择性哦 不是说你统统要接受 哦 但是我们有这个思想 可以知道 要怎么办事情就好了 韩非子的生平哦 韩非子是 战国末期韩国会族 哦 啊 因为是行 是行明法术之学 后来人叫他韩非子 有人说他是口吃啊 他刚才我有说的 就是说大姐啦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都弟子 学生啦 当时韩国很弱 经常收到 隔壁国的七人 以多次向韩文提出 富翔的计策 但是韩文哦 没采用 所以 韩非子写了 孤奋 五股等一系列文章 今天这 本后国际的讲义哦 那是韩非子写的 那 都有四十七条的枉策哦 啊 那个二甲油的是 他本来写的文章 啊 二甲油的哦 那是 我改的哦 改做 现代的 白话文 的艺术 所以 这就是韩非子来的哦 啊 秦王迎政 设到韩非子的文章哦 真正欣赏 在世纹 前两百三十四年的时候 啊 啊 韩非子来做 使臣 来到秦国 上书秦 上书秦王 哦 先罚造 缓罚韩 先去 讲这个造国 啊 啊 咱们去打韩国 啊 李斯 哦 李斯 忌度韩非子的才能哦 哦 近残年 陷害 韩非子被迫 无度自杀 哦 这些人太厉害 也不可以哦 他已经很注意研究历史 因为历史哦 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哦 咱们现在 咱们说 咱们在黑路 尤舜 湯 污 之道哦 必为新盛效益 哦 他主流 不齐修骨 不法常可 哦 就是说 不齐修骨 不法常可 哦 韩非子的理论哦 君子 现在的实质制定来 制定政策 他的历史观 为当时 帝主改革 改革提供了理论的君子 哦 所以 他有那个文章下载 啊 你的商量 就有那个文章 稍微 我们就没法来说 哦 叫韩非子哦 韩非子 韩非子继承了 哦 韩国时期哦 战国时期哦 的法家的思想 哦 提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这要注意哦 这是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哦 这是让那个东西 那个国家哦 会准备起来的一个方法 哦 他主要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哦 圣人 只要 四方 来笑 哦 他就是说国家的台观 人 集中在君主 哦 君王的殿后 哦 这就是圣人 比如说 一人的首领 这做国王的哦 一定要有权有势 才可以抵律 天下 万臣之主 千臣之君 所以至天下而征诸侯者 以其威是也 哦 这就是说 这有一个国王的哦 哦 有法度 来给征服诸侯者 用过去威士啦 哦 要用过这个威士哦 哦 啊 君主 用过各种的手段 清除世袭的奴隶主 贵族 善其党 夺其辅 好 这是韩非子的理论哦 没关系 我们就在那里还有其他计算哦 同时 选拔一些经过哦 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 选拔一倍 就是说 要有新官丸来 宰相必取于周部 蒙将必发于竹午 这句话好像对我们很好 好的意思 这句话就说哦 曾相哦 就是 不是中央 中央来去的 就是周部 哦 门将哦 你中官哦 就是外边下开始 会发生这个梦将哦 阿姨主张哦 主张改革 和实行法制 要求废先王之教 以法为教 以法为教 强调制定法 就要严格执行 任何人不能利完 做到法不阿贵 行不必大成 上法不宜批夫 他就是说 要用法 这个 这个法 到底有什么好处哦 如果有这个法 大家都知道 什么 要做到哪里 啊 不可以做什么 这是 他 所 所要求的 他 因为 只有言行重罚 要当法 人民才会顺重 社会代的安定 方便通的代言共固 韩非子的这些主张哦 欢迎新 新兴封地的地主阶级 的利益和要求 结束了诸侯割据 本来那个 那个时候哦 那个 这些 那些 土队厚 管理了些些主要 罢了 那他现在就是说 要一个身兴的人 起来 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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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那世袭的嘛 啊 他结束 诸侯割据 建立 通议的中央集权 封建国家 所以,提供了理論的功夫 秦始皇,怎麼統一中國之後 統一中國之後,採取許多政治措施 措施就是王國韓非子理論 所以秦始皇有什麼偉大的所在? 秦始皇,實在說起來很偉大的 他統一文字,文字統一 那時候,戰國始終,每一國 寫自己的文字不太一樣 有的一樣的,有的不一樣 統一杜亮人 他有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 沒有人在統一 沒有人在統一杜亮人 所以,我們台灣軍台灣笑的時候 台灣軍就是標準的 他們那一笑都沒有平等 這個統一度亮人 還有,我們沒什麼注意 那個道路的規範 車通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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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車要多看 你不可以說 我要做比較看的 我們路的走 不可以 你就一定多看 做標準 現在也一樣 現在我們蓋車也有一定 駕駛有一定的 跨度 也沒有超過 Oversize 不是說不可以做 絕對可以做 這就是 秦始皇 這個 他剛才有說 還有手术代吐 這死守舊龜 不知變通 阿輝即技衣 就是有一個孤翁 他聽到說 有人 有一個醫生很厚 叫他來 醫生就說 哎呀,孤翁你的皮膚有毛病 只看一段就知道 他皮膚有毛病 這個孤翁說 後來的事情 回去 回集 回集技衣 阿輝宗術 груп一段時間 哎 身體感到沒有什麼傷害 還叫這個人來 他說 你 那個董仔有問題 他說 surfing 又叫他來 他說 你的皮已經 躺到你的骨頭上去 還會繞上去 所以這個回集技衣 阿輪於衝術 是什麼意思 卵余衝術就是說 有一個國王,要聽聽人噴鼓鼓 一頓三百人,大家噴,吃好聽 但是,我聽這樣滾了年,就一個人說,我不用噴 但是,我要命心水呢 然後,阿氣,唱在三百人裡面,他也裝模作樣,要噴 這樣就香安滾了年,心水也領 我們現在就說,我們現在台灣會有一句說,吃好胖胖 蒸好水水,再領心水,就是這種人 但是,現在這個國王死去了,換一個新的國王起來 新的國王起來的時候,他沒辦法這樣三百人噴 一個一個不太聽 發見就一個,君文來,來領心水的人 老馬仕途,老馬仕途是怎樣的 這個喔,他們去沙漠去做錢 那他,他不適合風向 在沙漠中,不知道要怎樣走路回去 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時候,有人建議說,不然這樣 我們找十塊這麼賣,把他放開 別人去給他指揮啦 讓賣,自己怎樣走 啊,這個老馬喔,仕途,他就洗洗洗洗,就出去了 這叫仕途老馬,老馬仕途 所以,有這些理論喔,這些故事的時候 含飛子就說,智者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即使以魚馬為師,也不為此 你是很聰明的人 你聰明到齁,但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拜這個螞蟻,買,做老師 也不是建設的事情 你看看,兩千多年前,有人說這種話 對不對,所以吼,不智者既蠢,既於又蠢 卻不知以聖人聖慧為師 其不笨到幾點 就說,腿子就是用我們腿子 腿子的 這些故事吼,都有哲理啦 因為憑著他的師匠跟師匠,完美結合 所以,有守株待兔,有悔極 記憶,濫於聖書,老馬仕途 這些故事吼,就知道說 我們有一些事情吼,要來改變我們的思考 我們的思考是有的好、有的壞 沒關係,但是要來改 春秋月季 風政制度破壞 諸國兼併激烈 貴族統治崩潰 興起的是君主極權 在社會經濟方面 貴族階級沒落 平民階級興起 崛起 再加上工商業發達 平民變得富裕 由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轉變 一向用來維持國家秩序的禮已經不通 所以注意,禮已經不通了 法家的思想,這個時候門牙 到建國中期的時候已經成熟 法家盛行於戰國中心以後 特別是在其一和三進 三進怎麼叫三進呢 因為含兆為三家分進 和秦國作為思想 作為最為盛行 還是法家思想的發想地 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學選 有這個觀眾 觀眾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是齊國法治思想的開山座 他的政治思想 重心在經濟方面 有四分之印的利率 是倫理財 任何一方都可以以經濟為佐點 還有一個職產 春秋時代 鄭國外受淨儲夾工 內有政卿拒勢作亂 自職產出 改革鄭國內政 聽從輿論 折嫌從政 破除迷信 住 行書 重刑 含有濃厚的法家氣息主張 言行為治 法家的任務有些 我們會來休息 張文政府 張文政府之後 我們再來繼續 謝謝 起立 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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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